今天是2020年5月10日母亲节,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,因为母亲节并没有固定的日期,而是以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来定的。 今天小方就来跟大家说说母亲节的来历吧。 话说在1906年的5月9日,美国费城贾威斯的母亲不幸去世,时间转眼来到了第二年的母亲周年忌日,哎呀,说这些文周周的话语可真绕口,就是在他娘上亿年坟的时候,他心想,慈母守中线,有子身上衣,如今离开吗? 没钱买新衣,整天哭啼啼,身上脏兮兮,不如来游睡,感动符合肺,成立母亲节,心里劳感激,于是,他开始向社会各界号召成立母亲节,这样,他用了5年的时间,怎么也说不动罗斯福和塔夫托两位总统,终于在熬走了两位总统后,第6年美国政府迎来了新总统,这位不叫特朗普, 而是叫威尔逊,威尔逊政府在任的第二年的1914年的5月10日,也就是他母亲上八年坟的时候,宣布把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定为母亲节,后来,母亲节逐渐的传遍了各国,但是各个国家的母亲节,并不是都定于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,很多国家都是根据消息传来的时间来定的, 比如法国母亲节是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,泰国的母亲节是8月12日,墨西哥的母亲节则定在了12月12日,是不是定在这天方便买买买呀? 而母亲节在有了接近100年的历史之后,才逐渐的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,据说是在2004年新浪体育的一篇报道,其内容是一位美国体育明星评生,第一次没有在母亲身边过母亲节,最终 这名体育明星用篮球比赛的胜利告慰王母,笑道是中国的优良传统,这篇文章因此打动了中国网民,从此美国的母亲节在中国的媒体上落地生根,关于美国母亲节的文章逐年递增